广州国家版本馆坐落于丛化凤凰山路 从空中俯瞰山脚下的建筑群 被一条清晰的轴线贯穿 一桥 一亭 一驰 一隔 依次排列 井然有序 在文庆庭中放眼望去 视野开阔 水面一角只有一方燕台 水中还有一抹绿色的倒影特别吸睛 这就是已经有两百多岁的二级格木古术 广州国家版本馆以中华典藏 岭南山水 时代新运 文明灯塔 为总体设计理念 对岭南传统建筑工法进行了现代化转译 广州国家版本馆着眼中国高度 世界广度 技术锐度 从版本承载文化传承 支撑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出发 设置四个常设展览和三个专题展 联媒打造世界级中华版本文化展示窗口 其中伟大时代的印记 改革开放以来精品出版物专题展中 重点展示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 在这里展示的就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的一些重要的文献和版本 那比如说这张报纸是当年的人民日报 它发表了实践式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然后呢在全国上下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样的一个热潮 开启了整个改革开放 以及中国的这个发展的新阶段 感谢您的观看